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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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皓晨會有今天完成了 激勵策略的第五接第二獎 這代表他快要完成一個路徑了 真的真的了不起喔 皓晨的演講總是讓我期待 為什麼 我喜歡他的自信 我喜歡他的雙郎 我喜歡他的樂觀 就像一個樂觀的大男孩 站在台上跟我們分享 而且總是激勵人心 大家還記得他如何在這個台上 激勵大家如何運動嗎 為什麼沒有人演 柳晉 對 所以他的基本的一個技巧 因為在演講會已經養成了這麼久 一些基本的技巧皓晨是有的 他知道怎麼樣去跟大家有互動 例如一開始他就問大家覺得情商重不重要 還有就是口齒清晰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聲音穿透性強 他能夠讓所有的人都接收到他的要傳達的訊息 那今天他的演講呢 其實大家在下面一定都跟我一樣 有抓到他的問題 是什麼 文譜對題啊 路徑是我們在演講會 在分會很重要的一個訓練的一個養成 所以當你的路徑是要你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志工組織當一個好的領導的時候 你就要早點準備設計一個適合的演講題目 因為我覺得我聽過我們前會長薩利德 就是分享有關志工組織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設計一個有關志工的 不然就不要選這個題目 那例如說其實你今天的核心價值 就在最後那幾句 你說如何當有好的領導 情緒空白非常的重要 其實你應該以這個核心價值當你的演講開始 然後再帶入你在府委會 那個三次的活動經驗 讓你和你的partner大吵架 其實你應該是用這個故事來告訴大家 你展示了一個不好的情商示範 那這個示範這個挫敗 是不是讓你在協議的面前有了一個不好的印象 其實所謂的情商管理 當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期待 我覺得我好大家今天有福了 可以來這邊學習如何有一個好的情商 所以好好的設計題目 因為題目真的是會讓大家造成對你演講的一個期待 可是當你真的有碰觸到這個萬用情商 萬用欸 就是一個鑰匙萬用鑰匙欸 大家就會期待 哇浩神今天會帶我們上領導的天堂 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下一次終於你的路徑挑戰自己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 最後的建議